一个重大的医学发现,有机食物可以降低癌症风险,蒋高明,最近,法国科学家团队,又有了重大的医学发现,吃有机食物来保护自己面受癌症侵害。 详细情况见下面的报道,一直以来,彼此判断人类的癌症,白血病,心脏疏,肥胖症,喝酒喝死人等,是潜在农业与加工业热的货,围绕人类食物链,从动物饲料到食物加工,化肥,农药,激素,低膜,重金属,抗生素,甜蜜素,防腐剂,各种食品添加剂等等大量使用。 人类所发明的化学物质,尤其有机化学物质高达一万多种,且是合法使用的。 笔者的基本判断是,如果叫停留这些化学物质,改为用真正有机方法生产的食物,癌症概率会在现有机土上下降90%以上。 之所以这样说,因为到退40年,人类尤其中国人是很少患癌症的。 法国医学科学家跟踪6.89万人,发现那些食用最有机食物的人患癌症的可能性降低了25%,发生肥祸及精灵巴流的可能性降低73%,决经后入线癌发生率降低21%,这个科学发现是换时代的。 法国科学家的这一重大发现,揭示了疾病与食物之间的根本关系,相信如果从婴儿开始追踪,食用有机食物的效果会更好。 因为笔者不是医学工作者,我们不能做医学实验。 但我们已经掌握了不用人类八名的五万多种化学物质生产食物,且大部分产量不下降的技术体系。 一旦消费者觉醒,这一中国人原始创新的技术将造福人类,癌症病人将大幅度下降,寿命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。 我们前期12年的研究,从生态农业角度对预防重大疾病,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。 法国科学家的实验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。 HTTP www.cb4comcbf 201573832.html 发布时间,CBF剧交往,摘要,一项新的研究表明,可以通过吃有机食物,来保护自己免受癌症侵害。 周一10月22日,美国医学会杂志,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,经常使用有机食品的人降低了患癌症的整体风险。 具体而言,与那些很少或从不吃有机食品的人相比,那些主要吃有机食品的人更容易抵御飞护其筋,零巴流合决定后乳腺癌。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,可以通过吃有机食物,来保护自己免受癌症侵害。 周一10月22日,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,经常使用有机食品的人降低了患癌症的整体风险。 具体而言,与那些很少或从不吃有机食品的人相比,那些主要吃有机食品的人更容易抵御飞护其筋,零巴流合决定后乳腺癌。 在法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的流行病学家,朱利亚·鲍德里·Julian·Dogre的带领下,一组研究人员研究了68946名法国成年人的饮食。 超过四分之三的志愿者是女性,平均40岁左右。 这些志愿者根据他们报告,这16种有机产品的频率分为四组,包括水果和蔬菜、肉类和鱼类,即食食物、植物油和调味品。 像是补充剂和其他产品,每个参与者的实验时间各不相同,但平均持续时间略长于4年吧。 在此期间,研究志愿者共有1340人的癌症。 最常见的是乳腺癌,459人,其次是前列腺癌,180人,皮肤癌135人,集成直肠癌99人,和飞祸基金领巴流47人。 研究人员计算出食用最有机食品与总体癌症风险之间的互相关关系,那些食用最有机食物的人患癌症的可能性,降低了25%,具体而言,他们发生飞祸期间,淋巴流的可能性降低73%,绝经后乳腺癌发生率降低21%。 上述消息的线索,来自长期从事有机农业,研究与实践的朱安妮老师,她在朋友圈发来了下面的解读。 参考综数解读,法国多家流行病学研究团队。 历时期年,调查人群覆盖7万人,调查有机食品和癌症相关性。 调查结果在10月22号,German Internal Medicine影响因子19.989上发表,经常使用有机食品的群体,患癌症的比例比其他人群小25%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绝经后的乳腺癌的差别能达到34%,而患灵八癌的比例差,更是达到76%, 或真价实的有机食品环境友好,卖有机食品,直吃有机农业,是为未来的食品安全满单,是高尚的利他主义,当然,更是为自己和家人的当下健康保驾护航,选择有机食品不是交智商税,孕妇,乳母,婴幼儿,儿童,老人等人群,尽可能选择获真价实的有机食品,减少农产,受财暴露, 实在没有选择时,要用毒物及剂量来降低焦虑,但是有选择是,不要用这个说辞来麻痹自己,因为一多半萌药都是环境内分泌干扰物,并不遵循剂量毒性的规律,低剂量暴露就有健康风险,肯定有人会质疑吃有机食品的人,更注意健康, 所以在癌症上,研究人员设计很精巧,考虑到饮食、运动和社会职业因素,排除了生活方式对调查结果数据的影响 另外,全部样本集于志愿者,反而说明如果是更大副概念的调查,会发现化比率差,可能比这次研究结果更大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